一重山,两重山,山远天高淹水寒,相似枫叶丹,菊花开,菊花残,赛艳高飞人未还,一连枫月弦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南唐后珠李玉所创作的一首诗词《长相思》,一重山,一重又一重,重重叠叠的山了。 山是那么远,天是那么高,烟云水气又冷又寒,我的思念就像那火红的枫叶,菊花开了又叼落,日子一天天过去,在外的大雁在高空中震直南飞,可思念的人却还没回来,只有悠闲的月光映照在帘子上,随风飘荡。 这是一首写景抒情的小例,写的是一名私傅在秋日里苦意离人,急盼归来,最终还是没有盼来的怨恨心绪,全词表达了秋怨情感,但通篇却未曾出现秋,怨自演。 词的上篇写的是,师傅他望着眼前景色,所表达出的相思之情,而下篇这是顺着这个情感,着重刻画内心的心理活动,写的是他思中所念之事,透过描写景色, 暗示时间流逝,以及塞外大雁往南迁飞,表达了师傅深沉的内心感受。 同时,词中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术,将师傅的相思之情和外界的美好景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,进一步凸显出他的孤独和怨恨。 这首诗是李玉早期的作品之一,前期作品大多主要还是描写风情生活和男女情爱。 这时期风格起立柔美,虽然也有一些出发悲仇情绪的作品,但是却没有后期那么哀婉凄凉。 意境深远,只是即兴出发内心的情感。 长相思,一重申便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 拜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